觀眾朋友 這幾年來這個空氣污染 PM二點五層霾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已經是臺灣所有民眾 最大的民怒 民怨以及民憤 可是呢 是不是反空污最後變成是一場空 特別是大家說 平平都落水晶 是怎麼 台中 中部 高雄 屏東 空氣污染 實驗中 台北空氣就比較好 水晶都落一樣 可是恐怕北臺灣的空污噩夢 即將來到 因為呢 在上個禮拜三 本來在兩千零七年 已經停役位於北海岸基隆附近的 深澳發電廠 已經停役了 但是在上禮拜三呢 經過環境差異分析的審查呢 正式通過 也就是呢 接下來經過八年的興建之後呢 二零二五年正式要來運轉 它是一部燃煤的機組 但是行政院說呢 這個叫做乾淨的煤 這個超厲害的叫做超超臨界 可是很多民眾有非常多的一些 不解 憤怒 不滿 什麼呢 在上禮拜三去做這個環境差異分析審查的時候 投票下來呢 是八票對八票 贊成八票 反對八票 在平手的情形下 當時的主席 詹順貴環保署副署長呢 在那個時候投下了驚人的一票 贊成 於是呢 這關鍵的一票呢 使得接下來北臺灣的空氣污染呢 有了一個很大的變數 而當詹順貴投下這一票的時候 其實詹順貴呢 對臺灣來講呢 是一個非常重要長期的環保鬥士 我今天還特別查一下 這幾年下來 詹順貴當他在當律師的時候 經常來上有話好說 從中科三級 從美麗灣 從到苗栗大埔的針地案 從臺南東鐵 南鐵 東移的這件事情 從包括像是墾丁幽活的案子 包括臺北內湖慈濟的園區開發案 每一場這種高度環境正義 他都是站在環境這一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保鬥士 如果這幾年下來 沒有詹順貴在法律上的堅持 跟他的獨套的意見的話 恐怕這些案子都沒有辦法順利的翻盤 可是環保鬥士 是不是真的變成了叫做燃眉推手 上禮拜三如果沒有他那一票的話 深澳電廠是不會通過的 或許在之後會通過 但是上禮拜三絕對不會因此就這樣通過 到底詹順貴為什麼會投下這一票 而深澳電廠在八年之後營運之後 是不是真的會對整個北臺灣的空氣污染 帶來非常嚴重的危害 今天有話好說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首先必須感謝兩位來賓 真的風度非常好 原本呢是個別做專訪 可是呢就在五分鐘前 他們說 咦 怎麼會說嘛 有問題大家有話好說 把問題談清楚 來歡迎今天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最重要的當事人 他說他現在已經是萬箭穿心 環保署副署長 詹順貴 主持人 莊老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呢 這個是非常關鍵的學者 臺電說呢 這個深澳電廠營運之後呢 這個空氣污染的危害 不管任何排放物質呢 大概是只有這樣 可是莊秉傑莊教授呢 他接受新北市政府的委託 說不是這樣喔 那個污染呢 是對臺電做出來的研究 至少超過三倍以上 為什麼學者做的研究 跟臺電的研究 真的差這麼多 實際在未來污染會是什麼呢 我們歡迎是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系的教授 莊秉傑莊老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先請教一下 詹副署長 今天您接受周一寇的節目 的訪問的時候 您談到說 因為在上禮拜三 這個環差審查通過有淡書 因此如果經濟部 他不好好去報告說 第一個 你的減排或者是減量的措施 是什麼 第二個未來整個能源 以及減煤的路徑 是什麼的時候 環保署儘管已經通過了環境差異 但也絕對不會去公告這項公文 但那個不能說是淡書 等於是我們一個附帶建議 但是附帶建議開完會之後 其實當時列席的經濟部的官員 包含國營會副主委 跟能源局的理副局長 大概當然都承諾說他們會做 那我覺得我會做這樣子的附帶的要求 其實第一個有兩個用意 有關能源的上位政策 這一部分環保署無法替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說明 那基於部會分工的邏輯 那加上這個案子 是一個高度爭議案件 一個政策能不能順利的去執行 不是這個拍板定案就沒事了 而是真正要開始去動工的時候 問題才會開始 所以我們 所以我在基於這樣的理由 我希望他們要把這個 從現在到二零二五的這個 五三二這個能源配比 好好去講清楚 從現在的差不多四十六 那個藍美的佔比大概四十六 到二零二零年可能會降到四十三 那到底接下來怎麼努力呢 可以讓二零二五年會只剩下百分之三十 這個一定要把他詳細的 奴列出來 講清楚 民眾才會有信心 不然只空談說 你們都放心 我要 我接下來 那個新林口 新大林 都會陸續有超超林界會 都會併您上網 那再加上這個深澳的 這個藍美電腦再蓋下去 如何確保二零二五年的百分之三十 可以做到 我覺得這一部分 一定要對外界去講清楚 那所以呢 我那時候做負責建議 那一樣 今天我也在重申 如果因為這個案子 最後還要再提報告到環評大會來做 這個確認 那如果他真的還是模糊 一對講不清楚的話 那我想我們就不 就會說 那你再下一次再來報告 只要報告 就是說沒有包含完整的報告的話 我們那個環評通過的公文 的那個公文 公文一發出去 就變成行政 行政處分通知生效 我們就不會把它發出去 兩件事情 據我所知 您在上禮拜三的時候 您對臺電以及經濟部 在那個環差會議當中 你有很多很多的質疑 你也認為經濟部跟臺電 沒講清楚 何以認為說之後 他就講得清楚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我的直覺 不好意思 用詞就比較直接了 你不就是讓經濟部跟臺電 先上車後補票 上了車補不補票 補夠足票 這是他的事情 你只要求他來報告 報告的好或壞 那不是你能決定的 你頂多了不起 刁去卡那個經濟部一次兩次 你能卡他一年兩年十年嗎 我想這個就必須要 還是要回到環評制度的源頭去說明 對他有很多事情講不清楚 但是比較多講不清楚的 主要是在於這個尚未政策的問題 那今天就說這個案子是叫做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那什麼是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其實他是 因為這個其實都講過很多次 就是說他在十二年前 其實他已經通過了一個 我們現在來講叫做舊案的環評 但是舊案在當時 但也是叫做太舊換新 以現在來講十二年前的舊案 環評已經通過了 但是後來他因為民眾抗爭 各方面的因素 有曾經在二零一零年動工過之後 後來就停工 那他為了獲得當地民眾的支持 他做了一些調整 那加上現在新的這個 不管是那個發電效率的這個基礎 以及空物防治車 空物防治技術都有進步了 所以他做了一個變更規劃設計 那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深澳的環差分析 他總共開了三次的專案小組會議 到三月十四號才送到大會 主要審的範圍是在於看說 變更前 變更後 這兩個之間的差異 從對於空氣污染的影響 對於生態環境的影響 到底前後之間孰輕孰重 如果後面加 後面的變更 反而對環境有加重影響 或者有擴增產能 那或者說會對當地的環境品質 會產生不利的影響的話 那就有 就變更的 不就有重做環境 這個我再稍微停一下 因為民眾可能不是很菱形 我們現在接下來要花很多時間 在討論 是說兩千零七年舊生澳電廠 還在營運還沒除疫之前 它的發電量 它的排放量是這樣子 然後呢 在兩千零六年的時候呢 那時候已經通過了一個環境影響評估 它的排放量 它的發電量是這樣子 然後在上禮拜三 二零一八年環差呢 又是另外一個 因此等一下我們花時間說環保署 所謂要去比較 是去比較兩千零七年 實際救生澳電廠的這個污染的問題 還是要去比較 那個環評已經通過 但是從來沒有真正實施 營運過的那個幽靈排放量 到底我們要比較哪一個 但我先回到程序的問題 待會要請教莊老師是說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四十三條講得很清楚 他並沒有說這只有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才可以這樣做 也就是說不管是環評 環差 還是環線差 都可以做出這五個結論 一 通過 二 復旦書有條件通過 三 你要再進行第二階段環評 四 不通過 根本不准開發 五 經其他 經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聽起來不太懂 意思是這樣 退回經濟部 你自己再好好再去修 再審 再再送過來 成為一個新的案 本來在上禮拜三 可以有這五種結果 但詹孫貴副署長 讓他變成是第二個 當時的說法是說 好像只有通過 不通過跟有條件通過 而這個環差 恐怕沒有所謂的 不通過的這個選項 因此只有這兩個 於是詹孫貴選擇那個傷害比較小的 可是明明在事後 大家說你可以退回經濟部啊 你可以不要再討論了 下一次再來審一次啊 你可以說這一次沒辦法做決議 下次繼續請經濟部補健再來討論 我請導播讓我看一下這個 這一屆的環評委員名單 可能會把問題 離得更清楚一點 這個是網路上的公開資料 所以沒有侵犯各執法的問題 審這個關鍵會議之後 不管是關堂或是之前的很多案子 都是這些人在審的 誰呢 李應援環保署長 詹順貴副署長 林茨林內政部次長 薛瑞源衛福部的長次 徐友進科進部的次長 曾旭正國發會的副主委 翁張良是之前前半段 理退知事後半段 農委會的副主委 這七個人全部都是官派 我們不可能期待 除了主席之外 這些官派的環評委員 投下反對票 因此在上禮拜三 所謂的八票贊成 恐怕其中五票 都是官派委員 另外至少 我們在媒體上看到 王介聚 王老師 是極力的反對 這個開發案 我們也看到像是 李克聰 李老師 是極力的反對 這個開發案 我們看到很多學者 至少有八名 代表著學術界 代表著專業團體 代表著社會公益意見的人 極力堅決的反對 深澳電廠的開發 但環保署的副署長 做出了一個關鍵的贊成票 使得這八個專業的學者委員 他們的意見被淋架了 我們來看看這個爭議 待會詹順貴 詹副署長要如何解釋 不進民投票結果是八票比八票 所以最後是由主席投進了那個第九票 所以後這個案子修正通過 上週三深澳燃煤電廠擴建案環評大會 經歷四個多小時的審議 環評委員在修正通過和重做環評兩案當中表決 以八比八平手最後環保署副署長 詹順貴投下關鍵的一票 決定該案修正通過 消息一出有深澳居民憂心 重啟電廠會帶來空污和海洋生態的破壞 不光是當地受衝擊 有學者指出深澳電廠未來污染範圍 涵蓋整個北臺灣 連宜蘭都會受到影響 對於深澳電廠闖關成功 前宜蘭縣縣長陳定南的兒子 陳仁傑也對外表示 這已經不是環境議題 而是當政者的良心問題 所以詹理師 詹副署長 就是其實上禮拜到現在 我相信也都是你的好朋友 都是我們彼此的統溫層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第一個說 甘不贏 然後第二個問題說 為什麼 第三個 怎麼會是詹順貴 對 再來說 他怎麼可以做這種事 從不解 從疑惑到憤怒 為什麼上禮拜三你做這個動作 當然這個 說起來 但涉及到法律結構的問題 好 可能真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而且這很 這相對是比較枯燥了 剛剛主持人提示的 環評法施行細則 環評結論 可能有五種不同的選項 通過了 有條件 通過 進入二階環評等等這些 但是我覺得 因為結構上 其實這個環評審查結論的分類 他是針對一階的環縮書 或者二階的環評報告 其實也沒有 如果是二階環評報告書 這個也會自動就會去掉 就會只剩下其他的 那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這個要先回到環評法 第十六條去看 然後第十六條之後 才會連結到第三十七條 三十八條 三十九條 是 但是因為法律比較困 我不要解釋太多 我說大家僅用那個字面 來看就好了 這個案子是叫做環境影響 差異分析 只要大家從差異分析 這個是來理解 也就是說這個案子是 我們在審這個的標的範圍 是說要比較原來的案件的原規劃 跟這個案件後來的修正 變更後的修正規劃 這兩個呢 到底變更後 對環境是加重影響 還是減輕影響 那我們從三十八條的 每一個款可以很快看一下 第一款他說擴增產能 或者那個 是 那個道路是延長 像這很容易理解 他會前後比較結果 要擴增產能跟那個規模 規模跟產能的擴增的話 這個一定是前後比較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 那變更如果原先沒有 沒有涉及到保護區 變更之後會跑到保護區域 或者使環境嚴重迫害的區域的話 也是比較的結果 那前後呢 他原來是環保設施這樣做得很好 那現在要把他的等級 或效率要去降低 這每一個每一個到四到五到六都必須要是前後比較的結果 去看哪個有沒有比較好 那回到剛剛主持人有問到說 那到底要去比一百 應該說一九六零年就開始運轉 那個最老舊的燃煤電廠 還是呢 在二零零六年環評要把他汰換掉 讓他在二零零七年除疫的 就是說當時的那個超齡界的 那個所謂的新的規劃案 以及現在在針對這個新的規劃案 重新再一次變更的 那個超超齡界這個規劃案 其實以二零一千年這個環差分析來比 其實不管比哪一個呢 其實他的污染量都減很多了 不過照法律邏輯的規定 是要比零六年的環評 對 一定要比二零零六年的環評 但是我想有一個 也是也是一個在我們同分層之內的專案作家 他就故意講說 我們為什麼只比二零零年不去比那個 那個一九六零年 就是很早就有那個四十萬千瓦的那個案子 那個一九六零年就開始運轉的 你想他當時的那個能源效率 跟他污染防治設施 能夠做得怎麼樣 這裡我很清楚一張表 如果比那個早期 那個四十萬千瓦的那個 那個案件的話 他是雅林 他是那個 他的當時核可的那個 流氧化物的排的 那個一年可以排放的是 兩萬四千四百多公噸 氮氧化物是一萬兩千四百多公噸 那個力量污染物是六百多 那到了二零零六年的那個超齡界 他這個時候呢 算是算出來 他的那個那個流氧化物的排放濃度 只剩下四千四百多 少了六分之一 我知道詹律師 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次環差通過的 這個真澳新電廠 不管是從零六年去比 或是再早之前 他的實際排放量都會減少很多很多 但我們經常說法律千萬條 要殺的時候民眾是沒有擺條 可是呢 詹順貴作為詹律師的時候 讓我們有一個希望 就是法律千萬條 要殺不然自己照 因為你有債條 所以我們在美利灣在很多案子 可以翻盤 我請教如果是詹順貴律師的話 您不會只看到這三點 在環評法第三十八條說在變更設計 要去做環差的時候呢 首先就是擴張產能 或者是規模或是長度等等 或者是涉及保護區 或是降低環保設施等級 這個是經濟部會去用的 所以你一定要讓我過 但我認為的 我所認識的詹順貴詹律師 他一定會看到這三條 這三點 現在新生澳電廠 會不會對基隆金山地區的生活 自然社會環境有加重影響 加重影響是什麼呢 你在之前兩千零六零七之前 等那時候生活環境 再加上這幾年來空氣污染 這麼嚴重 然後幾年之後 我們如果要再加一個生澳電廠 會不會對北臺灣的生活環境 自然社會影響呢 再來第五點 對環境品質的維護 會不會有不利的影響 這一點你光用這一款 你就不需要去比較說 新的或舊的 你只要去想說 生澳電廠營運之後 會不會對我們的空氣品質 對我們的環境 造成更嚴重的破壞 還有這更直接空白授權 給那個主管機關的 你認定他有影響 你就直接可以做出剛剛我們列的那五項的決定 回到上禮拜三 我不曉得說 詹副組長作為主席 您為何不可以做出 第一個很晚的今天八比八平手高度爭議 下次再開會 第二個今天八比八僵持不下退回經濟部 第三個僵持不下 我們叫他重做環評 這三個都不能做嗎 我想我還是先回到這一點 其實這是一開始我剛剛提到 其實法律解釋的不容易 那我只能說 剛主任剛剛提到 如果過去我打了這麼多訴訟 大家都非常肯定 我對於法律的使用非常精準 而且能夠很有效率的去說服法官 因為我們一般講說行政訴訟 其實打官司 那個人民的勝訴率 可能不到五趴 但是我打撤銷環評的勝訴率 可能高達百分之八十 也就是說 就是說我可以致敷的講 其實我對環評法的掌握是相對來講 是非常精準的 那但是解釋法律 不能只看這個表面的文字 這個叫再解釋 這個文藝解釋 看表面文字的時候 剛剛我提到過了 這一條是來自於母法環評法 第十六條的授權 那所有的各款 表面文字這三款好像看不出來 但是其實從一二三 一直到他在這個本文裡面 其實就已經先設定了 一個目的就是就變更原申請 那種說應就變更部分 如何去重辦環評 他這是在前後比較的結果 十四五六款 看不出有前後比較可能性 但是按照目的跟體系的解釋 他都需要用前後比較 這樣才會符合整個法的 一貫的邏輯 那所以要用到第六款說 其他今天目的事業主管 就認定的話 也要跟前面的相符 才會符合比例原則 其實這一部分也有一些 環境專業的那個團體 其實也有在蘋果日報投書 也把這部分交代很清楚 我覺得其實觀眾可以去 可以強勢去看 像最近我有一個最大的感觸 就是說這個案子 我做出最強決定 辜負了過去就是說 我們環保界的一些朋友 以及對我過去對我 有一些期待的人的 那個的看法 那所有的克責我都可以蓋過來承受 但是其實有一些教授 也有一些可能是律師 我不認識的律師 也有一些團體 甚至有一些媒體只想把 什麼叫環差分析 什麼叫環限差分析 解釋清楚 但是現在讓我覺得很憂心的 就是說對著我罵都沒有關係 但是那些人也可能本於他自己 對於這個法律的理解 對事實的理解 他做出了他們的評論 但是現在就是說 不能接受這樣評論 一概都認為說 這是我去操作的 這是他在替我辯護 我覺得很可惜 就是說在臺灣的民主轉型正義 的民主轉型的 這民主轉型的過程中 農 農運 勞運跟環運 其實有非常大 非常大的貢獻 但是我們看現在到環運 我這些環運朋友 變成已經就是說 在這個民主轉型 快要成功的時候 結果已經不能接受 不同的意見 對我批評 我都接受 所有人都直接對著我罵 但是其他的人 他如果有他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意見 做對這個案子 做comment的時候 為什麼大家要輕人扣 扣帽子說 這些人都是被我操作 被我運作的 然後都是在辯護 這樣子的話 我真的很擔心 我們臺灣的民主轉型 會功虧以貴 不是一個理性討論 對這是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沉痛 您在立法院接受立委 質詢的時候 您也談到說 你忘了在上禮拜三 其實你可以做一個動作 叫做棄權 言下之意說 您後悔上禮拜三的 那個動作 那個決議 那個投下來 關鍵的贊成票嗎 我不是說忘了說 忘了說有投棄權 是說我的 我其實我已經公開承認過了 我對這種那個 因為畢竟以前沒有當過民意代表 我對這個會議的主持 可能經驗還不夠 第一個呢 我在當下 我沒有意識到說可以棄權 但是其實我意識到了 我覺得我未必會投棄權票 我覺得投棄權票 或許不表態 未必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但是就這個案子來講 事後 以我在事後 反省的結果來看的話 我覺得更重要的做法是說 當天內部討論 其實已經很晚了 沒有充分的時間 讓委員內部好好討論 那還意見分歧的結果之下 其實應該把案子 延到下一次 用比較完整的時間 好好討論 再來投票 我覺得這樣會最重要 如果投到最後 八比八的時候 那我這一票 說不投棄權 那案子回到原點 我覺得未必是負責任的 那這部分是我已經公開的 其實致歉 包含我就一一打電話 跟環冰委員 說把這案子 害大家造成這種宣傳 其實我就打電話 跟他們說明跟致歉過 我們回到最實際的 就是那個程序 是不是符合大家的期待 或者是所謂的環保署 是不是放水 這個可能還是有不同的見解 但莊老師 你怎麼樣看這件事情 臺電的報告書說 新生澳電廠 如果營運之後 他採取所謂用 那個ISC 高次擴散模式 來去算的話 PM2.5平均增量 是每立方米 1.933毫克 可是莊秉傑莊老師 做出的研究是說 臺電的數值 將會超過三倍以上 每立方米 是6.075的PM2.5 而且除了PM2.5之外 還有其他更危害的重金屬 而特別是在宜蘭會是七點五毫克 桃園六點八毫克 會比新北市還要高 然後PM2.5最大值的濃度呢 會掉到哪裡呢 高分老街黃金博物館 大家逛老街順便吸空屋 為什麼差這麼多 你跟臺電 是 第一個我先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說 這個環評報告 我有看過 那他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跑這種原生性的PM2.5 他的確是用ISC模式 模式 那這是一個平坦地形的模式 所以在深浪那邊 其實是不太適用 所以過去用ISC模式 模擬範圍 大概都蠻窄的 就是在這些開發的工地 比如臨近個十公里這樣子 那但是在深浪那邊 臨近十公里 其實就三了 所以ISC其實在那邊 是不太適用的 那除此之外 他還跑一個另外模式 叫Kmax 那這是美國發展的一個 一個模式 那這時候他跑的範圍 就是一個就北臺灣 然後三公里解析度的一個 一個模式 對那那這份報告 基本上是比我的模式 跟Kmax的一個結果 那再我來看的話 因為現在模式是差 差不多三倍 是 那再我來看的話 這在模式裡面 其實是還算蠻正常的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解釋說 那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他是用模擬的風速 去模擬這個這樣子一個擴散的結果 那我們過去大概知道說 用這些模擬的風速 比如說Wolf 模擬三公里解析度風速 一般在臺灣都會過大 那我用的是二零一三年觀測的風速 所以我的風速會相對模式的風速 要來的小 所以風速一大的話 模擬值自然就比較低一點點 那我記得過去就是吳毅林老師或張耿輝老師用另外一個模式 大概跟我有同樣的現象 就是他們用網格模式 跑Wolf這種氣象場模擬的結果 大概都比我來的高 低 所以這個還算蠻正常的 我講比較那個 因為我書讀不多 所以我用那個比較簡單的理解 就是說 大部分研究空氣污染 研究這樣子一個排放的學者 比較不會採用排電那樣子的一個分析方式 也不能這樣講 就是說 就ISC模式是絕對是不適用的啦 絕對不適用的 但CAM這個模式其實是 就是說他用在本土上會有低估的問題 這我們大概都知道 就包含之前 比如說用CMAC或者是 或者CAM大概都有同樣的問題 那所以就是用這樣子的模式評估來講 會比較低估一點點 但是你用觀測的風速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回到實際的 就是說那個張副主長 莊老師做出的研究 這個污染量是臺電的三倍 這部分在環差有處理嗎 因為那個莊布錦老師的研究是新北市委託 由他們去提出來的 那當時在專案小組審查說 就是如剛剛莊老師所講的 就是以臺電的模擬的方式 讓環評委員去審查說 那這樣子到底 就是說他的模式的模擬的方式 那個方法論對不對 結果呢 是不是就是說 就是依照這個訪問論得出來的結果 那這一部分其實就是由 這方面專業的環評委員 他們去審查 但是我剛剛提到過的 我們重點真的是比較 要去比較前後的差異分析 但是前後才不能只看這個這個螢幕上的 這個所謂的發電的裝置容量來看 因為這是非常舊的 已經是以現在講已經五十幾年前的 是 所以他即便 這老爺車 即便他只是四十萬千 我剛剛提到過了 他他的那個污染物都比這個多六倍 那那現在這個的污染物 不然硫氧化或淡氧化 大概都只有這個的 剩下他的三分之一 所以這中間其實 這中間一來一往 可能就差了差不多十八倍 OK 我們來看看 就是說這是用那個所謂的發電量 那發電量不等同於排放量 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不過對我們還沒 等一下我們再看上一張 對很多民眾來講 這個東西呢 是沒有出現過的 因為這只是環評 只上作業而已 所以大家的印象都停留在兩千零七年 可能是上個世紀 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 哇 那個白海煌 都啪啪啪一顆一顆 那這個通過之後呢 在相較之前的經驗 是會變得更嚴重 還是空氣會變好 可是別忘了 我們還有一個比較基準是 兩千零七年到兩千一八年 我們沒有深澳電廠的這個環境 也就是說在兩千二五年之後 我們的空氣如果沒有其他變數改變下 一定比現在嚴重 因為我們多了一個變數 深澳電廠又開始發電了 這是一個 可是我們再來看看下一張 我們來看看 深澳電廠呢 這個整個所謂的運轉跟期間呢 特別是等一下我們會談談 什麼叫超超靈界 超超靈界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是不是真的有叫做乾淨的煤 許國勇發言人說 你如果google 我會google 他一直跟媽媽也要臭頭 真的有叫做乾淨的煤 我們來看看 如果深澳電廠 真的在二零二五年營運之後 對於北海岸 對於北臺灣的空氣 將會帶來什麼影響 上週環評大會 通過深澳電廠擴建案 而這可能加劇 北部的空污問題 新北市政府委託學者 模擬深澳電廠 乾煤污染 結果發現新北市PM二點五 日平均增量超過每立方公尺六維克 是臺電數據的三倍 而受害最深的則是桃園市和宜蘭縣 我想新北市的立場到現在還是不變 對於核發生股的許可 是不可能這個放手的 新北市環保局說 如果臺電質疑要新建 無煤可發的電廠 將可能成為一座文字館 而宜蘭縣代理縣長陳清德 原本表示不接受這份環差報告 但幾天後又表態有條件支持行政院長賴清德的做法 桃園市則要求臺電提出報告說明 深澳電廠的環評通過 北臺灣的空污有了疑慮 新北市長朱立倫為北部六縣市 九百多萬居民報不平 並強調不反對新設電廠 但燃煤是否為最佳選擇 不過再請教一下莊老師 我們回到剛剛那一張CG 剛剛那個副署長也有談到 現在要用要蓋的這個超超臨界 這個叫乾淨的煤 它的實際排放量是遠低於兩千零六年 通過環評的排放量 更遠低於兩千零七年之前 救生澳電廠的實際排放量 那如果這樣讓他過有何不可 我想說主要問題是在這幾年 就是我們對空氣污染的意識 其實提高了非常多 那加上說PM2.5的標準是在三年前開始定的 那我們現在把PM2.5的標準年均定在十五 那日均值標準定在三十五 最大值在三十五 所以變成說剛剛環境環評估法裡面的 剛剛說第五點 對空氣品質之維護 是不是有不利之影響 就變成說在過去二零零七年 那個版本的環評的話 那時候還沒有還沒有這個PM2.5的標準 年均值標準 說實在零六年的時候 大家也沒什麼聽過PM2.5 對 沒有那個標準 那現在這三年前定了這個標準以後 那現在再重新審查這個環差的時候 應該要按照比較新的這些 就要維護現在的空氣品質目的 要去看這一點 那剛剛講過就是說 我的模式跟臺電委託的模式 看起來差三倍 但是你即使是看他的數字 那他的數字剛剛談到過說 他會增加 譬如說 就是日均值最大只會增加兩維克每立方米 那我們現在的日均值標準是三十五 是 但臺北 我們知道在元宵節那一天就紅爆了 是 所以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是 讓臺北不會有超過三十五這個數字 那紅爆那天是超過五十四的 所以表示說我們在一年裡面 臺北還是有機會 超過三十五甚至紅爆 那那不管怎麼樣你增加一個量 即使是按照增加一個兩維克北立方米 就在三十五裡面 就是我們日均三十五裡面 就沾了將近十% 就是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 很大一個數字 我講白話就是說 當深澳電廠開始營運之後 北臺灣的空氣污染 不管是用那個AQI或者是PM2.5 他的所謂的紙爆或紅爆的天數 會大幅增加 因為他扮演了關鍵的那幾維克 對 他就是正好就是就是那關鍵的 兩維克或多少 所以在我們來看的話 就變成說 因為他會超過三十五這個數字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超過三十五 是 所以理論上 我們現在只能往下降 不能再增加 那如果要增加的話 那條件是什麼 那就很複雜 應該不是說可以增加兩維克 這一點要請教副組長 我們再來看看 救生澳的發電效率是真的比較差 大概是三十趴 三十八趴 零六年那個是四十二趴 但是現在通過的環差是四十五趴 換句話說 發電的效率更高了 那採用是超超靈界 那這個是其成 我們再來看看 那污染其實是大家最關心的 如果按照能源局臺電 跟中央社的報導 我不敢確定這是真的 然後這等一下請教莊老師 不管是氮氧化物流氧化物 或是氯狀物呢 都比之前的這些發電低 而且呢是相較起所謂的藍煤呢 這個超超靈界的這個排放量呢 是遠低很多 也就是說對於那個賴清德院長 對於許國勇發言人 他講說這就是乾淨的 這乾淨的 你Google一下你就知道 我再請教一下 詹副組長 難道剛剛莊老師說的 儘管他好 但是他還是壞 相較起很壞很壞的 譬如說我本來一天補四包分 現在說沒有了 你現在一天補一包就好了 本來要中藍 不中藍的時候 你現在每天補一包分 當然也中藍 這種在關鍵的時候 你再把它打開 這個效應難道不去理解嗎 我想我必須要這樣講 以環保署來講 我們從來都沒有說 超超靈界是乾淨的煤 那這個當然是經濟部的官員 給賴院長的那個資訊 乾淨的煤是錯誤的訊息 那當然也就讓賴院長 被燒了好幾天 就是說等於這一波 本來應該是衝的 我就可以 那賴院長 其實在這邊有點無辜 但是回到 回到這個議題的本身就是說 超超零件的這個技術 其實當然是目前燃煤電廠裡面 他的發電效率是最好的 他的排放出來的那個污染物 也是在燃煤電廠裡面 現在已經商業化的 是污染物是最小的 那而且以現在這些標準 這些來講 如果賴庄污染物 我們未來賴院長 在非常支持我們環保署的那個空污的 那個治理的具體行動方案 他已經講說以後國營事業 或者這種電廠 一概還要再用超低排放標準來弄 這部分我們如果在未來在偽專 再要求加裝一套失事的EP 這個可能還可以再往下降到五 那我覺得我們要講就是說 他是現有燃煤電廠 那燃煤要比例要多少 這當然剛剛講的 進步要去說清楚 但是他現在是燃煤電廠裡面 這個污染量最小的 那即便最小 他當然還是有增加 就是這個污染有增加 是不是會像剛剛莊老師所講的呢 那個臺 北臺灣然後臺北大臺北地區 現在已經是在那個臨界 這個一點點加進來 就會讓紅 紅色警戒會大幅增加 我想這打一個問號 因為臺北以現在來講 其實離那個紅色警戒的那個AQR的數值 應該還差一段距離 而且我們這幾年來積極推推這個空污減量的具體行動 方案 這裡面有很多的那個行動 但我們不能只老想臺北 因為莊老師做的研究是說 桃園跟宜蘭的空污影響是比新北更大 一樣 臺北搞不好影響是最小的 我剛剛是講 其實如果一套模擬到北臺灣 因為我們的這個具體行動方案 其實是全臺灣都會執行 那當然以工業的減量來 跟那個大客車 那個大型的材料車來講 當然中南部會減量最多 北部相對的空氣品質的那個年平均值 本來就比較低 但是依我們這幾年的這個空污治理的具體行動方案 做下去之後 其實都會有 都會有一些往下減的這個空間 因為這些方案剛剛提到 很多都是莊老師的建議 那如果這個繼續往下減 當然這個加進來 確實是會微乎往上加 是 但是我相信整體來講 就是說不會產生那個莊老師所講的 就是說紅色警戒日會大幅增加 因為變成是在本來在臨界 然後是壓垮落頭的最後 這會跟稻草 讓紅色警戒大幅增加 我相信這個還不至於 但那個詹副主長就是說 他是學者 他有做研究 環保署有拿什麼研究說 詹 那個莊老師說的 其實不可財心 我們有跟莊秉潔教授 有相可批評的研究資料 出來的嗎 這一點我補充好不好 就是說我想 詹副主長所講的是對的 就是說我們本來是非常有信心 因為兩任行政院長對空物的減量 都花非常大的心力 包含蔡總統也宣告了 所以我們本來預期臺北市可能很快的 就年均值就會低於十五了 那日均值超過三十五 三十五 不是五十四 超過三十五也幾乎會沒有 那超過五十四更不可能 我們本來預期可能在二零二五的時候 就幾乎可以可以達到了 那我們也知道說 像這PM2.5的健康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臺大馬洪文教授也幫環保署做一份報告 他說PM2.5只要每降一維克每立方米的話 那整個健康的這個效益 一年是一千億的效益 那我們看一下目前即使是臺電的評估好了 他算出來這個年均值的增量 全臺灣大概是零點一維克每立方米 那就是說因為把它加上去之後 因為PM2.5是沒有那個預值的 所以越低越好 所以零點一就是剛剛說一維克的十分之一 那馬教授做出來全臺灣是一千億的社會成本 所以表示新生生澳來講 他就是有至少一百億的社會成本 而且可能還更高 因為當初馬教授做的是全臺灣所有的電廠 那大部分這些污染電廠都在中南部 那如果是擺在北臺灣的話 北灣人口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的社會成本應該會高過一百億 那馬教授做的東西 並沒有包含他只是看PM2.5 沒有看PM2.5成分 那藍莓的成分又比 譬如說重油的成分還要更多重金屬 所以他的危害絕對又超過一般的PM2.5 是 所以再我來看的話就是說 那我剛剛提到說 剛剛對環境品質作為有不利的影響 因為他的一個成本至少就是一百億了 一年就是一百億了 那一百億這麼大的一個不利影響 那那這個當然這個PM2.5這個議題 是最近三年才知道 我們要維護這個東西 那當然就一個環保署的觀點來講的話 我好不容易開始要往下降 投入這麼多經費 那這樣子一年又讓我拉回來 譬如說年均值拉回來零點一 那現在臺北的年均值就是十五點一 他只要在降零點一 就符合國家的標準 所以這個零點一 有時候是一個關鍵的一個 那個駱駝 不過這件事恐怕我們沒有時間 再好好辯論 但是我們還是很期待環保署 能夠提出更多更多的研究資料 說在深澳電廠開始營運之後 北臺灣的空氣不會因為所謂的 瀕臨警戒值而再加上去 就經常性的達到紅害 或者是止暴的這個危險 可是我們來談談 一定 剛剛其實莊老師也澄清了 就是說不會因為這個加慶 就會頻頻的紅色警戒日跟止暴 不會啦 只是那個就是說 那個連平均值可能會增加一些 我覺得這部分我們會很負責任的 用我們的魔術中心也跑一遍 那到時候或許我們另外 在在內部再思考說 那是不是到時候邀請臺電的 那個報告的的委託的受託者 是 莊老師 然後我們到契交學或者怎樣 我們再找一個論壇 還是內部會我們好好再把這個釐清楚 那我們再來談談 現在其實有一個新的名詞 也不是叫新 但是大家聽到超超靈界 跟靈異有什麼關係 反正就是用水的這個靈界點當基準 你壓力變得很大很大 溫度變得很高很高 藍莓的效率就會變得越好越好 這個概念很容易理解 因此呢如果說呢 這個壓力呢超過小於二十二點一 這個叫亞靈界 這已經算就藍莓來講不錯了 大於二十二點一的這個壓力呢 這個叫超靈界 大於二十四在日本的標準 就叫超超靈界 臺灣就是採取日本這個標準 那還有像是蒸氣溫度 也就是說溫度用更高的壓力 用更大的來去燒煤 那這個在行政院的眼中 這個叫做乾淨的煤 儘管環保署說沒有乾淨的煤 這件事這個叫做呢 幾乎可以等同於燃氣 大家會問 如果這樣燃煤就繼續燒 用超超靈界就好了 就靈口繼續那個模式 繼續燒就好了 那就去燃氣場 我想問特別問莊老師的一點 是否超超靈界 就真的等同於燃氣發電 是否就等於乾淨的燃料 是否就我們不需要擔心空氣危害 我們再來看看所謂的乾淨的煤 所謂超超靈界 真的是空汙的萬靈單嗎 來看看 行政院長賴清德說 未來深澳燃煤電廠燒的是乾淨的煤 而且設備會用超超靈界機組 他還特別帶記者去參觀 國內首作使用超超靈界機組的 林口燃煤火力發電廠 深澳火力發電廠所用的煤 是用乾淨的煤 它的設備是超超靈界的機組 換句話說這樣的發電排放出來的污染量 跟天然氣的發電差不多 到底什麼是乾淨的煤 台電表示所謂乾淨的煤 燃料是高熱質低灰低流低拱的煙煤或亞煙煤 跟泥煤和煤相比是比較乾淨的煤 用煤量可減少約16% 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少了19% 而超超靈界就是將鍋爐內超過靈界點的溫度和蒸汽壓力 提升到593度C和31MPa以上 發電效率比超靈界、亞靈界都來得高 但新北市環保局認為 這不代表林口電廠沒有污染 環保局公布了林口電廠的PM2.5濃度數據 駁斥台電及賴清德的說法 林口電廠超超臨界機組排放的二氧化流 仍舊是大潭電廠天然氣機組的138倍 未來深澳電廠可見一斑 不過莊老師我們來看看臺電的這張發電圖 不然說導播給我看PC這一張圖 臺灣地圖麻煩導播 我們無意談所謂的那個是否該用深澳來作為階段性 和非核家園的替代能源 因為今天我們訪問的不是能源局 不是經濟部也不是能源學者 我們訪問的純粹就是就環保來談 我們來看看這個是林口發電廠 也就是行政院長口中的這種乾淨的 幾乎等同於燃氣的超超臨界的火力燃煤發電廠 這幾年下來林口是否真的空污 可以說過保證沒有量 其實去年度環保署大概統計資料出來 我們北部所有的側戰 就是PM2.5超過35 就是日均值超日的這些戰術 幾乎所有戰都在下降 那唯一超過的就是林口戰 所以林口戰是去年度唯一 就是超過35標準的在增加 那當然就是說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剛剛就是講說乾淨的煤 或者說他的排放跟天然氣一樣 那就你剛剛那邊有一張排放標準 是 那這個表其實是 我是覺得是非常不負責任 就這張表 那這個這個表他只有列這個天然氣的排放標準 那跟新生澳來做比較 那他說看起來新生澳的排放濃度 跟燃氣標準來講 好像是差不多甚至低一點點 譬如說燃氣標準最多 我們資料是從能源局臺電拿下來的 我知道 但是他能源局沒有給你真實的排放濃度 譬如燃氣電廠的排放濃度 那新大潭大潭電廠我們去看過了 譬如流氧化物 我們去看實際的排放量是零點零多少ppm 那立狀物也是零點零多少mg米三方 也就是比這些標準 大概都低的一百分之一左右 瞭解 對 所以就是說那目前大潭沒有做任何流氧化物 立狀物的控制設備 也就是天然氣本身就沒有流氧化物 沒有流 沒有立狀物 是 所以燒起來之後都是這個標準一百分之一 那為什麼能源局跟臺電說燃氣 還有八ppm的流氧化物 那是標準 那是環保署訂的標準 標準跟實際排放完全是兩回事 因為他不用從防治設備的時候 他已經是這個標準 所以實際上如果這個改成實際排放 這個可能是零嘛 是 這個就是十五了嘛 對 十五就差了一百五十倍了 是 我再請教一下詹副部署長 看起來臺電跟能源局給的資料 還是有很多很多的疑惑 特別是所謂的超超臨界 這個東西 用一個新的名詞 就想要呼嚨大家說 這個叫乾淨的煤 這個跟燃氣合 差不多 甚至你看 氮氧化物 他還可以說 氮氧化物 新生澳電廠 只有十五ppm 燃氣還四十倍 所以比燃氣還好 會不會被經濟部呼嚨掉了 這也是我一再的呼籲經濟部 要負責任把資訊 要充分完整的揭露要講清楚 這個時代不一樣的 很多的公民團體都是專家 更何況後面還有很多像莊老師 這樣子的真正的專家在做技術資源 所以如果臺電他們不把資訊講清楚 想要斷章取玉或者說 或者說只是這樣截來截去的話 其實只會是讓自己陷入那個 非常很難支援去說的 這樣子的一個窘境 那確實我剛剛提到的 超超臨界只是現有已經商業化的燃煤 技術 發電技術裡面 他相對是效率最好 污染最低的 但是他不能是跟燃氣排放 燃氣的排放標準比 當然就是如那個莊老師說講 如果跟實質的那個燃氣電廠的發電 那個去實測來講的話 其實已經那個 當然他就會有一些落差 那如果譬如說再進一步 像大潭大潭電廠未來 因為有承諾說他要再加裝更多污染防治設施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舊的電廠 如果再把比較新的那個那個污染防治 再加上去的時候 其實他還有大幅的下降空間 那如果是這樣 落差就更大 為什麼環瓶是要通過 而不是要求深澳蓋一個燃氣電廠 這是能源政策環保署沒有全力要求 所以我只能 只能去做結論裡面做附帶建議 環保署在環瓶裡面是被動受理的這個開發單位 透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轉送進來的案件 你就一直卡 一直卡 卡到他送來是燃氣 我再讓你過不行嗎 我想這樣子 環保署的那個環瓶 這又要被人家批評說完全沒有效率 因為在這裡是在行使公權力 我覺得行使公權力呢 也不能就是說 不按照法律的框架去做 不然就會產生治癒濫權的事情 我覺得這對臺灣的民主轉型真的不好 這個禮拜你會很挫折嗎 我覺得不會是挫折 但是如剛剛 我剛剛有一段我提到的 讓我對臺灣的民主轉型 有更深刻的擔憂 因為我們現在變成在環境 剛剛提到環境運動是民主轉型過程中 可能很重要的一環嘛 不過叫勞運 農運 環運 環運 但是現在環運裡面有很多的人 以前都是好朋友 他們竟然開始沒有辦法容忍 跟自己不一樣的意見 無法尊重 如果對我外見穿心 我當然沒有意見 我會接受 那我覺得這個 所以這個禮拜裡面 我其實真正沮喪的 我是看到這個現象 對我的責任 我都全然地接受 這是我做出來的決定 我一定要該受到外界的那個批評 這些都沒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會批評到其他無辜人 他也只是跟 其實跟大家都一樣 就是這個案子 他表示了他的意見 表示他法律上的看法 就被罵說是護航 這真的是很不好 我們當然今天就是針對專順桂 不再針對其他人 但是再拜託導播 讓我看一下PC 這個是之前我們在談蘇花高到蘇花T 專順桂律師在其實您是非常有名的部落客 您寫了這個環評的真相 其實言下質疑就是說 當您還是詹律師的時候 您批評環評呢 只不過是幫開發單位 擦枝抹粉的一個化妝師而已 如果用這樣的批評回到上個禮拜三 您能接受嗎 我想是要就是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看就是說好 蔡政府上台之後 我進來當副署長就是說環保署 針對開發案所做的 其實也應該好幾十個以上的 那個環評結論出來了 到底這些環評結論 整體一起來看呢 到底是對環境保護比較多一些呢 還是說就是說應該這樣子 到底是開發就是說一階 都讓他通過的 還是說進入二階的認定不應開發的 然後有的是要退回目的事業 就是說哪一些 就是說這些比例呢 引起爭議的哪一個比較多 我之前有一個 守住的多還是放水的多 對 其實我有一個統計資料 但是因為樣本數不是很多才十幾件 就是說我們這將近兩年所做的環評結論 有被去不服人家去打官司的呢 其實開發單位去提行政究竟 比人 比當地居民不服去打官司的案件數 其實是有一定的距離 其實相差相差很 但因為樣本數不多 總共那個十幾件 所以說比較起來好像是開發到去打官司 有是那個民眾的大概有兩倍 但是因為才十幾件這樣 這樣子呈現那個當然不是很好 但至少從這個地方去看 我還是很複能講 其實在我在的時候 這個環評的審查過程中 我是以環境優先 所做的 我想這部整體來做評估的話 我相信盡得起檢驗 莊老師 你會呼籲行政院不要去開發這個案子嗎 對 因為他是完全錯的決定 對 那主要幾個原因就是說 因為第一個剛剛提到過就是說 因為他的社會成本非常高 大概一年就至少是一百億的社會成本 那相對天然氣來講 而且來講的話 他天然氣大概他的會是 他造成片面的濃度 我們算過大概一百分之一而已 所以幾乎就是沒有可以這樣講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因為其實剛剛詹副署在講說 他可能會就是有條件通過 我記得更早以前跟他稍微簡單聊過 那時候我大概就知道 詹副署長的意見就是說 因為他是環線差 在法律框架上 好像有些 局限 有些局限 對 但那時候沒有詳談 對 所以後來詹副署長投這個票的時候 那當然我心裡是非常不高興 就變成說 我們花這麼多心力 那想辦法把臺灣的PM2.5 從一個落後國家 現在變成 稍微已經開始改善了 那我們現在很快的就有機會 因為要變成落後國家了 不會 我覺得有機會開始變成 美國跟歐洲的情況 因為我們很多能源轉型 二零二五 五三二配比 我們的這些所謂的捷運的這些前瞻建設 那再上環保署 對這些裁優測的十四加印等等 我們所有的污染源都已經在下降 但是 但是一個新深澳進來之後 是在臺灣最不容 最糟糕的地方 是封頭 放一把火 那整個西半部就燎原 對 所以再我來看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決定 那我其實是呼應剛剛張 詹副署長所講的就是說 其實行政院應該來看更大的問題 在白宮有位女性 她既不是內閣成員 也不是第一夫人 但總是與美國總統川普 形影不離 那就是她的女兒 伊凡卡·川普 川普成功當選後 她成為白宮高級顧問 代表父親出訪國際會議 推動女性育嬰嫁政策 伊凡卡是一位女兒 但在某些方面更加強力 從沒有過像她這樣的第一千金 影響著總統的決策與政治立場 伊凡卡知道 要怎麼跟父親說 要怎麼和父親說 要怎麼和父親說 但她也知道她不要走路 這就是她的大力量 中午晚間十點 公視中